王小飞到了后山的那个药园里面看了一下 灵草的掌势倒也不错 王小飞又采摘了一些灵草出来时 就看到那鬼匠白主在那里探头看着他 白主 灵鬼功练得怎么样了 主人 这功法太厉害了 我都已是练到第一层了 白主听到王小飞询问 盲恭敬应了一句 王小飞向着白主看了看到 很好 这里也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 你尽可能的闭关修炼才是 下一步这里到来的修真者会多一些 别跟他们争执 告诉他们你和我的关系就大概没事了 主人 我知道 王小飞看得出来 这个鬼匠现在是真的听自己的话了 灵鬼功正是他最适合修炼的公爵 相信他也是能够快速提升上去的 把白主打发去修炼之后 王小飞就回到了住处 白主虽然现在已是达到了鬼修的第一层 也差不多就是炼器一层的样子 王小飞确实知道他对自己根本就帮不上忙 不过这白主的根骨倒也不错 相信只要入门之后还是会有很大的提高 在灯下又炼了几炉丹药之后 王小飞扶下了一粒丹药 然后就盘坐在那里修炼起来 没有好的丹药修炼起来是非常慢的 王小飞现在炼制出来的丹药 也仅只能是加快一些他的蒸汽量而已 要想一下子突破还是有着很大的困难 当然了 王小飞也心中明白 他现在这样的进步速度 早已远超地球上的那些修真者了 他们用蒸汽打磨自己的修为时 更加费力 第二天天刚亮 王小飞正在打坐中 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喧哗 从屋子里面出去时 一眼看到的是离家母女都已到来 他们正在厨房里面忙着 小飞哥 你醒啦 小飞 正在熬稀饭 马上就好了 外面是什么情况 王小飞就问了一句 啊 是村子里面的人都来了 他们听到了承包的事情 都想来问一下 秋水仙今天换了一身牛仔裤 上身是一件花格子衬衣 整个人显得很是青春 特别是那双修长的腿 站在那里把整个的身材 都衬托得很是显眼 这女人越来越充满风情了 秋水仙今天明显精心打扮了一下 看到王小飞看过去的目光时 她的身形都有些不自然了 王小飞在秋水仙的身上扫视了一下 然后就向着院子里面走去 看到王小飞仅只是扫视了一下时 秋水仙的心情 却是一下子沉了下去 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法 王小飞的这个院子很是开阔 坐在那里就能够一目看尽整个山村的情况 随着王小飞的出现 正在说话的村民们全都静了下来 大家的目光都投到了王小飞的身上 眼里面满是渴望之情 大家来了啊 小飞就微笑着向着大家招了招手 小飞好 王总好 王老板好啊 大家争着向王小飞打着招呼 甚至本来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 对于王小飞这个人 村民们根本就不会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晚辈 说话时都显得很是恭敬 陆静元这时看向王小飞道 小飞 大家的想法就是来问一下 你说的这里会发展起来的事情 看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神 王小飞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想在这里发展的事情吧 可不 王总啊 我们这地方真的会有人到来投资发展吗 王总 就这地方 路都不通 怎么发展呢 大家又议论了起来 王小飞看向陆静元的 外公 大家都各自分了一些地吗 是啊 都有地的 只是大山里面也没什么意义 大家都不会去要 王小飞就看向进来的秋水仙道 沈子帮我去承包的那片温泉地怎么样了 秋水仙笑了笑道 那里本来就不是种东西的地方 你又说了 以后那里就算是建成了 只要村子里面的人去泡澡 也是会画一片区域免费的 村委会就同意了 听到王小飞的询问时 她的心情又好了起来 微笑着在那里介绍着自己所做的事情 我说明啊 我说明啊 你不议论我